大家好,3月28日星期四,明天已经是假期了,即星期五 明天的地产小专家照旧,因为一会下午会录,没有影响 只是两个节目,一个是一周股市大市 尽量希望大家留意着帖文,另外星期一的中国民心会否用了正经短打袋 看看中间这几天的新闻多不多 绿制一定是绿制,因为会去摆山,接着也会有朋友聚会,但我没有去旅行 今年是赚钱年,今年是赚钱年,所以今年多些时间会在证券上 明年我知道首封不太相信,所以有机会去旅行 不过这也是明年的事,即是2025年的事,今年应该不会去 好了,大家可能说,这么大间碧桂园准备破产都没有新闻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新闻都不能出来 很多新闻都不能出来 很多我们现在看的新闻都是国际性的新闻,比较多些 而且新闻都是一件两件的底 只不过一直是变化的 你说现在碧桂园,即是恒大为了香港破产,内地暂时还没有 你说呢? 碧桂园比恒大多倍 不是,碧桂园没问题的,没有那些难未溜问题 你说,有什么可能会没有? 如果不是,碧桂园为什么会倒闭呢? 你告诉我 大家知道现在碧桂园的市值 只是详实的十分之一 只是详实的十分之一 大不大坏? 但是他也不大坏得过TVB TVB还死? 我今早看的市值是以百万港元做基础的 执桂园了 做什么呢? 根本在街边卖鱼蛋 分分钟市值都比你的TVB大 你看到艺园不断来炒 已经找不到吃了 是吧? 你还找一个增值位 接着整个中年好声音 我老婆现在都不看 看看我老婆也不看 我想七八个月前 她看的还觉得挺个人的 现在看看我老婆也不看 都不知道你唱什么 那些评判又不知道你说什么 不如我们家里有Netflix 她说我的Netflix 真的听歌不好 对不对? 即是你看到的 都不知道为什么那间公司 变成这样一款 那我们一会讲一下碧桂园 其实坦白说一句 今天昨晚红号说得对 你不要以为中国或香港 会像日本迷失了二十年 为什么呢? 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她分析有道理 稍后跟大家说 你中国的房地产 其实还未见底 你已经是万科那些来着 万科那些来着 我告诉你 你最后很多地方都是什么 不是鬼城 是鬼镇 除了几个北上港深之外 你可能看到整个中国人烟稀少 整个中国 真的不是开玩笑 快就来假期了 明天就开始假期了 明天就开始假期了 大家又试试出去 你会看到香港突然间 咦? 无事出街是小破财 对不对? 那你就会看到是这样 我们经常说 国内从来没有房屋问题 香港也 怎样说 我们地产小专家都会说 哎呀 我买房子 我要光性需求要住 要住的你就不是现在才买 什么叫光性需求 对不对? 我又不见你睡街 那就是你有房子住 对不对? 你骗谁呢? 对不对? 这两个字是贪心想撂底 对不对? 你不要当人家是盲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中国的房地产 还有人敢买? 哪个敢买? 你现在上去 随便看看 我想到处都是烂地盘 现在整个中国 真的到处都是烂地盘 不是开玩笑 嘩! 为什么这个 我们看到有些摩天大楼 嘩! 嘩! 整个百多层高都烂了 你想想香港什么北都 明银大嶼建不了 什么北都等等 我都不敢说 你说什么现在搞那些花去 现在那些啟德体育园 你一下雨 我想它流水流到妈妈都不明白 真的不是跟你说笑 你看看现在 你东九那里 你本来是真花的 你真花 你都没钱要顶的 要找一个LED灯的 有多少钱? 你想想它没钱没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 一会跟大家讲 美股我们会讲一只叫Lenner的股票 比如说 它是一间HOME BUILDER 大家可以比较到 在美国的HOME BUILDER 香港的房地产公司 譬如说 像长实 新鸿鸡 这一堆 好了 接着你比较内地那些 你看看 别人那间公司的股价是会涨的 你看看香港那些不会涨的 内地那些跌的 那你就知道 整间公司本身是有问题的 其实 它根本就不是奉仇你那些小股民 或者是那些机构投资者等 它只不过想圈钱 派息给你 接着它的家族就肚满腸肥 我们明天都会讲的 明天地产小专家都会讲的 对不对? 即是他们的家族就肥到蜜都穿不到 那就对了 现在给共产党就 连底褲都脱了 那些公司就对了 全部都是赤头 这些全部都是赤头 对的 即是我经常说一样东西 奸有奸书 是吧? 你以为我上了市了 你看看新红鸡那些 你看楼价升得这么紧要 股价差不多没什么升 是每年派几个百分比 你看看他们的小股 在肥到蜜都穿不到 好了 现在对了 给共产党一夜继续你 我想挺开心的 我告诉你 我也买过新红鸡 我还欠过钱 是吧? 行基好一点 行基四叔是好一点的 你看看超人 长实和和黄 加起来之后 你看看股价 没什么好过 那就借了你一袋的钱 对吧? 你看买个电能 又是这样 你买个中电也更好 对吧? 这些就是奸有奸输 对吧? 我经常都说一件事 你根本不是奸赏小股东 每年 最重要是你资金不要走 给几个百分比 几个股息 就当是骗够你 哄鬼吃豆腐 让你的钱不要走 其实就是这么多 然后走出来的业绩会 勾断一轮 是吧?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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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去吵你 你股价不能上升 为什么你这么有钱 你股价不能上升 你能不能回答我? 对吧? 香港金融中心又如何? 例如你执一句 香港金融中心 钱也不是我赚的 金融中心是你赚的 那不是关于我七事吗? 对吧? 坦白说一句 你问我吧 譬如我们买美股的 你Costco的 他不会认识我的 喂 我两年间赚了一倍 对吧? 对吧? 我卖了 我赚了一倍 现在人家的业绩全部是对版的 你香港是否跟我一样的事? 我欠钱的 我没有说错 对吧? 你赚我吧 为什么你家里这么有钱 我们的股民过去做乞业? 谁能回答你? 对吧? 在保本保命他又快 陈锦忠 我最重要是保本保命 我们的小股民都没有说保本保命 你老板 对吧? 你看到这些香港企业 你没有鞋玩剧 我告诉你 好了 鑽石狗组合 你看看我们的模拟组合 这些组合 不能收钱 为什么这些组合 每个人都能看得到 我们98个月 赚了两倍 大哥 你这样的新铜鸡 肠实帮不帮股东 你记得面对面跟我说 对吧? 对吧? 这些不用收钱 美银组合 美银组合 35万61个月 那么102% 这个五年都涨一倍 别人 你上市 大哥 你怎样帮股东赚钱 你赚毛 对吧? 好了 昨晚我就很乖 现在已经把文章放在网址上 如果大家要订阅4月份 投资美股提早退休 或者youtube投资筆记 大家可以开始付费 这个就是我们的封面 可怕 其实 但居然新闻没有什么报导 可能根本就不敢报导 或者根本连内地的新闻都出不了 稍后我们也会稍微说一下 详细分析就不会 这些最后结果 基本上和恒大一样 现在碧桂园已经找德安华做清盘分析 即是说 香港这里应该就是清盘 所有买了碧桂园的债费 买了他的股票 什么债物债 或者任何衍生工具 你的基金 或者我们的强积金 有没有买这个Country Garden 你看到Country Garden 即是碧桂园 那些是最后会变零的 那些是 很多的强积金里面的基金 是有Country Garden 我见过的 那最后就变零了 就是这么简单 那些鬼佬那些就变了零了 即是你经香港 买任何碧桂园的公司债 什么债物债 我不管什么债也好 全部变零 我当你优先估也好 最后都是零 即是这间公司是 如果不是 为何它要破产 是吧 它破产是破得很干净的 一毛钱也不剩的 那我也要再提提提 因为有些读者 是未转的 大家要乖些 那如果你是 已经订阅了Patreon 那你就由5美元 转回去6美元 按这个就可以了 它自动会帮你转的 那如果你是新的读者 就自然加入这个 那如果你们搞定 我就会关掉5美元 那大家记得乖些 快点转 那先讲讲新闻 那你就不要以为 日本是傻的 为什么呢 这几天应该有些炒作盘 即是说 扔你的日圆 即是因为它加息 不排除有些是做空的 那现在日本已经说了 它说 不会排除采取任何压抑 即是任何措施压抑日圆疲弱 即是说 你们这样沽的日圆当然下跌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它的经济不是 你说好好的就不能说 但是起码现在复苏着 你和日本斗就不能斗 因为它印到银子 可以的 因为日圆是国际货币 但是当然它不会乱来 你记住日圆是国际货币 它是储备货币 日圆曾经是全球第二大的货币 现在变了第三还是第四 美元最大使用率 接着现在是欧元 之前美元最大 很多年前 十几年前 应该是日圆是第二大的 问题是 中间它没有息 接着变了 这八年负利率 现在你看到它是肚带的 当然有些人说 扔它 扔日圆 那 你就不要以为日本不会做事 因为日圆是国际货币 也是储备货币 即是它要印银子 它是随时可以印的 这个神田真人说 两个星期内 已经波动了4% 基本上应该是有些沽空 它不排除便会出手 不奇怪 大家最好不要玩这些东西 因为日本是有能力这样做的 有能力也未必会影响它 因为它是储备货币 第一点是它不需要印银子 第二点是它即使印银子 它也没问题 因为日圆是储备货币 香港的二月出入口 我都觉得恶然 为什么呢 你现在已经复偿之后 我都不记得多久了 2022年的十一月 十二月 十二月一二三 十五个月 你看看它二月份的出入口 仍然是按年跌 你想想 仍然跌 你2023年的二月 你现在比2023年的二月 不是真的差得那么厉害 那就是中国跌 差得那么厉害 仍然跌 这就是今早上追加的新闻 这个招商银行 威海、天津银行 三间都有 那就是追加那些员工 追加什么呢 应该就是奖金 以及职效 意思很简单 就是之前 你做到的生意 特别是楼案等等 那些 断了工 断了工的话 那又怎样呢 我由那一天开始 就扣回你那些 bonus 那些职效 全部扣回 就是你当你没有做过这件生意 那总共收回多少 收回一亿人民币 你说大事吗 现在这样的环境 我想那个月亮都不能出给你 不用出给你 一次过扣完你的花红 那如果再有客户 它是断工的 再有客户 是破产的 做了老赖的 一做老赖就当你没得还 那就是扣回你所有的职效 那你想想现在中国是什么情况 今早上看就是招商威海和天津银行 只是威海和天津银行都拿回五千多万 就是要做到这样的 这个当然就是要说这个TVB 说在TVB 喂 虽然就是 缩减到7.6亿 当然是虽然缩减到7.6亿 你都不能再虽然 对不对 你看一样东西的股价 像什么东西的股价 你看看 你看TVB 不要说我们不要说最厉害的时候 八十多块钱 我们不要说那些 我们只是说中间 一四一五年 你也有接近六十块钱 你看现在股价只有三块钱 没有利息 谁拿着股票 谁拿着股票 拿着股票的傻乞 对不对 真的不傻也不拿 这么狠狠 你看看 五十八块钱的股票 跌到只有三块钱 怎么拿 利息都没有 我拿着股票 你爱国 你的问题 你不是很爱国的吗 对不对 你看看现在TVB的节目 像什么 对不对 你看看那些节目 不是现在拍的 那些是几年前拍的 全部都是仓底 拿出来的 你就可以看到 根本上现在那些演员 全部已经离查 即是黄志文那些 全部都走了 马德忠那些全部都离开了 不是现在拍的 那些片是 是19年前拍的 那就是这样 对不对 谁还会拿着股票呢 拿着股票是傻的 五十八块钱跌到三块钱 没有股息 大哥 跌九成还有五块钱 好了 第二个 市值环球 又是 你看看一件事 今年亏损23亿 你看看市值 3亿 港元 不是猜不猜猜的问题 你怎么亏损到二十多亿 你卖着数 你亏损立即做事 你有个CFO 你不是在吃饭 亏损到二十多亿 你看看股价 只剩下豪尔子 他最高峰的时候 百多元股王 你怎样执行一间公司 你硬是 闭手闭脚 眼龙 都不会一间公司 都不会一间公司 虽然成为一间公司 变成为一间公司 哪一间公司 所以这些公司 你一定要扔的 不能持有的 怎么持有的 大余损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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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多元股票 只剩下豪尔子 你看上市 上市也有几元 现在只剩下豪尔子 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 出师不利 我们特区政府 说 杜拜邮长 之前是王子 现在变了一个侄子 之前是杜拜王子 现在变了一个侄子 接着就说 有个五亿美金的家族办公室 就要来香港 今天就 就是opening ceremony 突然之间 收到个电话 延期 什么事 不让你知道 是一样的 我们看看新闻怎么说 这个消息是南华早报说出来的 就说 杜拜王子 亦是他的侄子 王子变了一个侄子 已经有声音质疑 我们也说过 第一 他根本就是 我记得他是大婆子 即是继承大统 一定不是他 一定不是他 但哎呀也叫做王子 但现在就不是了 突然间变了一个侄子 第二 你的资金是什么资金 我们当时已经说过 两个星期前 究竟那些是什么资金 那些钱是什么 为什么呢 他说 做这个五亿美金的香港家族办公室 是会投资香港的建筑公司 或者初创的 我说过 建筑公司 哇 这么新鲜 是吧 你当我傻子 坦白说 第一件事 那些钱是怎么来的 那些是什么钱 第二件事 其实一件事 现在今次突然之间 收到电话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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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家族有些事 所以我们不能搞 现在怎么呢 就是暂时 暂时就是抱松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据他自己所说 那些钱是他自己的 你哪里会有自己的钱 你全都是黄塞的钱 如果那些钱是他自己的 更加怀疑那些钱怎么来 所以有可能这是黑钱 来香港是花钱 那花钱有没有问题 其实没有 特区政府不知道 对不对 好了 但问题就是 可能爸爸打来 你不要搞 你不要动 为什么呢 一会儿我们说回 美国的法律 你就知道 我们说回美国的法律 你如果投资到香港 有机会 你没办法投资在美国 因为美国已经快要出一个案 所以突然间 可能收到爸爸的电话 回来 不可以投资 因为没理由 他是王子 就是他作主 没有人高得过他 那些钱是他的 如果不是他 他作主 对不对 他说是就是 巴菲特说是就是 没有人会说不是 不可能会突然间 哎呀 有急事 所以我就要暂时抱松 有多难 做了个开幕典礼 对不对 做完开幕典礼 其他人会找人搞 难道他自己搞什么 突然间刹停车是没有的 没有的 另外 大家要知道 赚了好像 港铁是不是赚了七十多亿 我没有看 就是我看那些核心 今年会加价 百分之三点零九 票价 他已经说 照顾了市民的负担能力 所以 又被那些立法会员 说 你 你两元优惠 又加价 政府的担子又重了 这样 香港市民没办 那就顶一顶 幸好我们不是常常乘地铁 这也是 这个也是 顶人 家杰 即是四叔的大公子 嘉诚 是小公子 他是大公子 居然说 会发展这个芯片 新不新鲜 李家杰的家族办公室 富生资本 枯化的赛房科技 Star5和中华煤气 决定 投资 搞一个带头 做港产芯片 狮子山 響应国家 新质 生产力 希望推动香港产业转型 你做煤气 你做芯片 关你什么事 大家都明白是什么 你看到 響应国家 其实只不过是利益输送 你过了一年半 问他你的芯片搞得如何 这么新鲜 这些是什么 你自己随便 找个理由就可以了 李家杰懂得搞芯片 你别玩我 香港哪里有人懂得搞芯片 大哥 对吧 你还整个家族办公室 什么採访科技 中华煤气和芯片有什么关系 你只是搞煤气 只是建房子 对吧 对吧 你别当别人盲的 才行 大家看看阿里巴巴股价 为何频频卖产 大家想想一件事 为何A股可以顶上去3000点 因为他卖了产 现在阿里 大家看看阿里的股价 是70元而已 根本没有升过 阿里的股价 为何要卖了资产 为何卖了资产 为何卖了资产 顶上去 否则那些美金怎么来 对吧 资料计划 我早就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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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说 他怎会在香港上市 刚刚这些多余 根本香港是不会有人买的 不会有外资 大家一会看看各个案 我一会和大家说 根本上外资 是不可能投资你香港或者中国的 那我们说一点碧桂园 碧桂园给哪一个入品称他 就是张国荣 建涛老板 不是死了的那个张国荣 建涛老板 也挺英俊 也叫做张国荣 我不知道为何 他会买恒大的债券 我不知道 但是比例不高应该可以的 那入品就清盘了 现在碧桂园 已经请美国的风险咨询公司 叫做Crow 今年5月中进行的清盘聆讯 就分析了 简单说句就是 碧桂园就清盘了 香港 大家都明白 他在马拉那边 已经收皮了 那马拉那些根本不是去 做什么楼盘 只不过是走资 主要是走资 在香港来说 在中国来说 在香港来说 就不是那么多碧桂园的盘 很少的 但是很多外资 和香港的基金 或者香港银行 香港的库商 丢了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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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要买的那些 就变成了零 你不用追 因为他跟正香港法例 就清盘了 没得赔了 那就先把外国人收光 好了 国内不清盘 但其实他只是挂名 你想想一件事 碧桂园在中国的盘 是恒大的三倍 你说大不大 接着我们也会说 明天说到万科 那边 万科一样是 现在每一间排队排队来清盘 你想想一件事 中国会有多少鬼城 它是鬼镇 不是鬼城 那麽简单 是整个镇 你现在回去一些 譬如东莞 这些不是最旺的街 我朋友都已经跟我说 人烟稀少 你去东莞 就多人 你过少少二线 那些已经没人了 差不多 那些商场没人走 你走那些 一线过几条马路 那些商场是没有人走的 以前我们不是的 我们以前在东莞 在虎门那麽多年 每个商场都有很多人走的 即使在我们厂厂附近 你黄河商业城那些 更加不要说 你黄河商业城那些 你从天下跌下来 都未碰到地 真的 它全街都是人 很大范围都是人 你去到南城那边 才说比较少人 但是现在你看看 你看看碧桂园多大 就收工了 那它父女便是鞭控了 不用问了 大家可以看看碧桂园的股价 四毫八指一 你想想一件事 这间公司上市的时候 还有五个半 五个半 2007年了 你看看 现在四毫八 没有股息 好了 我们有买过的逼幅 逼幅 我们七十几元就完全放晒了 大家看看现在多少钱 五个二毫七 好点 上市它是十几元 那你这些公司的股票哪有得玩 没得玩的 没得玩的 大家看跌到这样的款 是吧 是吧 另外恒大收工了 恒大的汽车呢 恒大汽车再次有巨亏 过百亿 为什么还会有亏损过百亿呢 恒大汽车去年亏损超过一百亿 两年亏损过三百亿 那些钱去了哪 恒大连一部车都没有做过出来 为什么会亏损几百亿呢 对不对 资金原因已经安排人员放假了 工厂停工即是玩完 即是你们买他的股票 买他的债费的话 其实只有一场梦 什么你都看不到 那些钱就被人分了 不断多 说完 习主席这次突然间开完会之后 叫别人别走 其实有些就不太赞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看到 别人是首相 我不是你的孩子 你突然间说明天见我 你不要走 你哪位呢 你很大 对不对 我们听到有些CEO或者国家级领袖就不等了 不好意思 我们要回去 那就走了 有几个都见的 我想Tim Cook 那些都见的 习主席又见到荷兰的首相 就是Mark Louvre Mark Louvre 又是说那些东西 李强今年连说都没得说 等我说 但事实上他说的东西 和李强说的东西是一样的 中国很好 你们不能脱欧 中国打开大门 资云超 来来去去都是说这些 他那段话 其实不用说六一就可以了 是吧 说来说来都是这些东西 科技壁里 只会导致冲突 好了 我们说 中国 我扩大荷兰的进口 是吧 你可以来投资 这样 我们一会看看 美国的法例是什么 另外 亦见美国工商界的代表 有很多的 有黑石 高通 联邦快递 这些 最重要是你们来 最重要是来 因为我很需要你们的钱 不过人我照着 对吧 数据就不可以分享 那你觉得那些人会不会来 有些人说 算了 反正那些人都来到了 留多半人 是这样的 见完你听完之后 就没有鞋玩剧 就立即走 好了 那美国佬做些什么呢 美国知道你见面 立即和荷兰和日本说 这是3月28日的新闻 即是今天的新闻 立即和荷兰和日本说 你们千万不要 向中国买一些芯片设备商 提供服务 全部不行 好了 还有一条法例正在酝酿中 这条法例叫做禁美国的指数基金 纳入中国的股票 3月20日 美国宣布四项和中国相关的投资法案 有几项 第一是取消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 伊朗和北韩公司投资的资本利得税減免 即是说没有税务优惠 第二禁止中国加入指数基金法案 就是说禁止中国公司的股票加入任何指数基金 即是任何指数基金都不能有中国的股票 第三 中国风险报告法 要求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提交任何报告的上市公司 就是在他年度报告中披露 即是说你如果有投资中国的 你一定要披露有什么风险 不是披露这么简单 是披露有什么风险 第四 公司对 这个是延续上一个 公司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是什么 有什么风险 例如会不会干扰到美国供应链 知识产权的盗洩 即是你会不会被人偷资料 害到一个国家 另外 公司为了降低中国风险 所采取有什么措施 你明知的 有什么你会做 还有 禁止 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 和人权资本市场制裁法 禁止美国人投资 投资在现在人权制裁名单上 或者制裁名单上有关联公司 及公司的股票 如果我制裁了 你完全不能投资 你只是这四件事 根本没有任何美国的公司 是敢投资和中国有关 是这么简单 一口气四个读读给你听 就是这么简单 根本上没有办法 美国是不会投资到你中国 没有可能的事 你看看它包山包海 还有你要自己披露 你告诉我 你投资了有什么风险 有风险之后又怎样 你就不要投资 所以你想想一件事 美国的企业 哪里敢投资你中国 完全没有可能的事 对吧 我们稍微跟进一下 昨天已经吊构完添谱 现在iPhone 16 下半年很快就会出 现在已经是 快要4月了 还有几个月 昨天说过 国内版 香港是否进入国内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 好了 iPhone 16 说会引入百度的AI 有两个是会引入的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腾讯 腾讯没有什么人说 我们说过 第一个就是引入腾讯的应用程式 第二个就是引入百度做AI 但是它在国外的版本 即是说不是中国 香港不知道 它就会用Google的Jermy 好了 问题就是说 是否真的国内的不买呢 昨天有点进展 但是昨天你看到 这个苹果股价 是弹了两个多三元 因为股民 即是说投资者 就不理你这些东西 即是他们没有道德问题 总而言之就是销售好不好 哦 总而言之内地网民买了 那你跟着有AI 多人买了 那股价就升了 那就是这样 那我们跟进一下里面的细节 究竟会是怎样 是否真的这么有利 苹果 是否真的 即是 怎样说呢 是否真的说 喂 你加入AI 你可以选择 加不加入百度 即是 现在是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个 一样东西 网民 会不会真的因为你灌了百度的AI 而不买你的iPhone呢 我觉得这个未必 但是也有网民提出一个好的建议 就是不如这样 你弄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 就灌了百度进去 一个就没有 我们可以不要AI 不过我不想苹果手机里面有百度 这是中国网民说的 所以你说中国是否真的 即是那些一般的老百姓 是否真的不照顾私隐 不知道呢 不是他们知道的 简单说 他就说 你就给一部普通的iPhone 16机 我可以了 我如果要装民心 然后就我自己装 对吗 你不要硬帮我装进去 我宁愿不要AI 好了 但是问题 大家想想一样东西 另外一样东西 苹果就分开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 iPhone 16 就是国外版本 我不知道是否包括中国 我相信中国应该等于 我相信香港应该等于中国 即是说 你如果在香港买到iPhone 16 应该都是等于国外版的 我估计是这样 否则他们下来买就可以了 对不对 他们下来香港买就可以了 那国内哪个买 不会的 我想 我想有机会 iPhone 16 其实香港等于中国 但是 iPhone 16 在外国 即是欧洲中国 香港暂时问号 其他全部是怎样呢 全部是用Google的 Jermy AI 那对于苹果的销售有没有好处 其实是有的 是有的 因为有个AI 好了 但是问题就是说 今次 是不是真的 国内AI的问题呢 不是 我相信今次 其实是习达达的意思 就是 你一定要 放个百度 就是 你的游览器 一定要用百度 如果不是 你就不能玩 我估计是这样 就是说 天曲是没有选择的 如果不是 你就不要在这儿 我估计是这样 不是你能不能教民生 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 其实现在 是藏板劫春袋的 我昨天吵架过他 已经是 你这样玩 没得玩的 即是你现在是 做到你去求人 我们做生意 坦白说一句 叫到就不值钱 叫到就不值钱 真的 是要他来求你 你才值钱 对不对 即是你看 现在就是求荷兰 喂 你给这个 这个ASML 卖东西给我们 是不是才对 就是这样 叫到不值钱 你记住 真的 对不对 你现在看一件事 他都不会问你 你Facebook Google那些 对他没有影响 即是不会影响到 中共赚钱 你明白吗 他不会影响到 中共赚钱 你文心一言 不可以 不可以 我有便可以 是不是真的赚到 那么多钱 不知道 第一件事 你没有晶片他会死 对不对 你没有美金他会死 问题在这儿 其他那些 没有Facebook有什么重要 对不对 不关事 不是影响赚钱 所以问题在这儿 你扭到是不值钱 你现在扭到的便不值钱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你让他安装了一个百度 你整个苹果的软件 让他知道了 你更加不值钱 我告诉你 你Tim Code最好就是 撤出中国市场 不要再搞了 撤出中国市场 你买就买 不买就算了 不用跟你说这么多 你Tim Code如果将iPhone 增加到一些功能 是他没有的话 他自然会来求你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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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你求他 不是他求你 所以没用的 可不可以不安装百度 我想不行 可能你不安装的话 你连玩也不能在中国玩 我不知道Tim Code有没有这样的智慧了 财政部 这个是26日 就说坚持中国要过紧日子 我不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方针 就是我们坚持就是糟糕 就是这样 就是差不多是这样 之前都没复够 现在我一定要够糟糕的 坚持过紧日子 你看看他们穿的西装 几万元一套 你看看王毅的西装 几万元一套 不是开玩笑 你看看我们特区政府那些 那些司长 有工人 有工人 有厨师 有理发师 有司机 有车 全部齐齐 不过坚持你们过紧日子 我们就不是 是吧 第一个际 有他有机会回眠 我就在Patreon已说了 Patreon明天早上 在Patreon上便会出席 我问它 这个问题是否要武统台湾 或修复台湾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 我这个分析应该不是 坦白说一句 你找馬英九,馬英九已經是一個過了氣的政治人物 什麼九二共識,別人說明就不看了 說明就不看了,你這次藍白俠又失敗了 這樣的話,你說國民黨 無論如何,國民黨在台灣也有一些地位,有一些沿路 問題是為何還要找馬英九再去呢? 之前就是選舉之前,現在還找來做什麼呢? 就會說制製皇帝寧武,所以就要去 簡單說一句,你問我的就是錢 現在在中國的台資已經切得七七八八 習大大可能現在忽然醒覺 我搞了這麼多事情,原來中國真的只能夠做世界工廠 什麼都做不到 人民幣國際化又不行 東升西降又不行 搞芯片又不行 搞救人家外國又不行 樣樣都不行 搞車又不行,被人家封殺 那我可不可以做世界工廠呢? 大家都明白,很多台商都是國民黨 希望再用這招 我猜是這樣,跟這個武統台灣無關 無關 現在的馬英九在台灣還有多少影響力呢? 馬英九七十多歲的人 你想想一件事 根本上跟現在台灣的年輕人已經脫節了 你台灣二、三十歲的人怎麼會聽你的老人說呢? 對不對? 我們也說了 你北韓的,金與正、金正恩 怎麼會跟你習大大朋友呢? 大哥,你做我爸爸也嫌你老 大哥,他三十多歲了 對不對? 慢慢慢慢變成連戰那些 變成宋楚瑜、連戰那些 所以最後結果是甚麼? 最後結果其實找他做甚麼呢? 就是希望台資回來中國做廠 是這麼多 但你說有沒有效呢? 大家進去Patreon聽吧 你看看一件事 就是這個國台辦 喂,你民進黨 你不要恐嚇那些台灣民眾 香港沒問題的,二十三條 來香港,有句口號叫做 快快樂樂來香港,平平安安回台灣 做一句這樣的口號,騙人 你當人家是小孩子嗎? 你當那個真是國民黨 他真是國民黨 以前中共就是這樣騙國民黨的 是嗎? 是嗎? 國民黨傻傻傻就被他欺騙 真是這麼奇怪的 哈哈 我想你也笑 這麼低級的都被你欺騙到 你是國民黨那些 即是幾個頭腦簡單 對吧? 你說呢? 是不是真的來香港旅行 他想要? 當然不是 來香港那些是做生意的 多少人來旅行都沒有用 最重要是來香港做生意 大家進去Patreon聽吧 Patreon我們已經說了 明天早上八點鐘便有了 鴻浩說這句相當精準 他說 你們不要搞錯 日本當時迷失二十年也好 三十年也好 你不要忘記 日本人的GDP 是高於你中國很多 他說得對 你欺負的錢 帶他N倍 但你那些人的人工少這麼多 現在 誰在 先花了未來錢 全部都拿走了 香港也是 那些錢已經拿走了 賺走了 香港也還好 你看看中國那些 現在多少錢一個月 當時來說 日本的人工高很多 即是說 如果日本要二十年 你中國可能要四十年 甚至半個世紀 才能搞定債 他說得對 他沒有錯 他說得對 你還債 你還得慢 你還得慢加上利息 你就還 即是說中國可能要半個世紀 如果跟他的邏輯 但是他沒有錯 你看他說得很清楚 他根本沒有二十年時間 給你拖 是沒有的 可以的 你就死下死下 二十年 那你想想香港的前景是怎樣 如果香港是靠中國 你想想香港的前景是怎樣 這個挺鼎人的 我故意給大家說 瑩光莫這位女士叫簡文 本來他在英國一間快餐店裡 就是做快餐店的員工 突然間有錢不做 接著怎樣 用比特幣在倫敦 倫敦的豪宅 買入其中兩個 一個 二千三百五十萬英鎊 有游泳池和七間臥室 好了 但是問題 大家要明白 你二千三百五十萬英鎊 即是二億多港幣 人家現在就問 凡是你中國的 他都會問 或者其他人都會問 你的比特幣是怎樣 你不是有幾百個比特幣 你有很多比特幣 那是怎樣 好了 警方當然引起警方的注意 查他的底 查他的房子 發現他有高達五十億英鎊 有一件事 就是在中國 五十億英鎊 和十三萬個 中國投資者的巨額投資騙案 有關 其實他本身 可能真的是一個 餐廳的員工 但是有一個 在中國 是化名 是化名 名叫錢智敏 但化名叫張瓦迪 他就幫助了這個 之前在中國 騙了十三名中國 投資者的女人 入境了英國 入境了英國之外 還說我在中國 日本做鑽石 古董這些多餘的 好 當錢智敏用假身份 到倫敦之後 他認識了這個簡文 這個簡文就即時不做 立即不做 本來他住在快餐店的地下 有一間房間 立即搬走 然後怎樣呢 然後搬到倫敦一個 值五百萬英鎊的豪宅 那即是甚麼 即是說 其實 不知道 經過甚麼路徑 來這個女人 認識了這個簡文 你幫我做這件事 簡單說他就花錢 然後他就過水濕腳 是這麼多 這個 這個 簡文 一有錢之後 立即四處去揮霍 兒子就送到私校 接著 就做很多 即是非常有錢的事 買很多有錢的事 又幫他 即是把錢變現金 買珠寶 車子品 房地產之餘 其餘其他 甚至在瑞士蘇黎世 買珠寶 和在迪拜之業 那你就當英國的 英國的警察是盲 是傻的 那便是東昌事發 他在倫敦豪宅交易 告出後 警察一查 在他的房子 在他和錢智敏這間房子裡 總共拿出的電子錢包 有六萬一千個比特幣 當時市值十四億英鎊 現在是超過三十四億 現在在比特幣市場裡 還有十億英鎊 這個女人已經被捕了 基本上 一項罪名已經成立了 應該是洗黑錢 應該他所有這些錢 應該全部充公 全部充公 所以便做乞丐 簡單說句 即是做白手套 因為人生路不熟 我幫你洗錢 但那個錢智敏很棒 他一看到不妥 立即走投 這個便坐牢 這些應該全部充公 因為在英國來說 當你賊償 他全部當你賊償 全部充公 這個便真的發了一場夢 你看到現在 比特幣這些 你一有多的話 別人一定會查你的 你這樣的銀貌 你想想一件事 三十四億英鎊 即現在香港有三百多億 李嘉誠現在在香港 排面上 都是幾百億 怎會不查你 對吧 我們跟大家說 這個Lenner 他是美國的一個 HOME BUILDER 這間公司相當長 這間公司是一九五幾年 即是比我老 一九五四年 HOME BUILDER 他建這些房子 不是香港那些 香港那些 整棟建上去 在美國那些不是 就是一間獨立屋 那些 大家可以看到 五年 Lenner的股價 升值了2.3倍 有1.2利息 過去一年 他也升了六成 大家都可以看到 過去五年 他的股價是由五十元 升到150元 大家也在網上 Google裡面打入去 你也可以看到 他過往來說 都賺很多錢 你想想一件事 別人都是建築商 你香港那些是建築商 你看香港那些股民 每個都做黑衣 你看看別人那些 對嗎 雖然美國當然有公司是虧錢 但起碼別人有公司是這樣的 香港有哪一間 地產房地產公司 包括中國的 可以給你這樣賺錢 沒有 現在全球經濟 畢竟大家聽到 全球經濟畢竟 resection 又說現在美國做黑衣 別人的股價可以這樣 那你行不行 你別跟我說 以前中國股價升多少 現在全球衰退 那為何你倒閉呢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他成屋銷售 有16,798間 即是到2024年 一年前 13,659間都可以 他第一季賣樓的價值 是69.4億 一年前是61億 升了7.4% 但樓價是低了 平均現在的樓價是41萬美金 但一年前是44萬美金 當然因為加息 當然因為加息 大家看看第二季的 討論 第二季 他估計會賣到 2萬間左右 第一季是1萬6間 相當進取 1萬6,798間 他估計會賣到 2萬09間 最少 好了 平均售價 剛剛過了這一季 就41萬3千元美金一間 他估計是42萬一間 差不多 因為加息周期已經結束 所以有機會買貴一點 這個可以 毛利率大概是22% 這個可以 我們看看 藍色的線 就是有幾多個美國家庭 橙色的線 就是整屋 即是整屋 整屋 整屋 大家看到 家庭的數目 是大於新屋 這個更加清楚 黑色的線 就是 HOME BUILDER ETF 最低的就是S&P 它的表現 都比S&P好 你看到 紅色的股價 就是它的股價 紅色的股價 下面藍色 就是30年期的 美國國庫的 TRACE REU 你看到剛剛整個反美 即是利率 當利率越低 股價越高 當利率越高 股價越低 你看到幾個都是這樣 即是 剛剛整個反比 這是正常的 因為利率越高 人們買樓就會越 因為加了成本 那麼 意欲越低 或者價錢越低 當利率越低 人們便想買樓 或者樓價可以高一點 這個跟香港一樣 這個就是它 存在的 HOME SELLS 即是說應該是二手樓 大家看到二手樓的銷售 其實不太好 過去那年 因為你加息周期 你看到全部銷售是負的 過去那年 2023年 這個至少 有幾多銷售 即是有幾多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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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又多銷售 我们逐年去看,你见到波动是几大 每一个就是四年 还有一个trend,就是每一年的第一和第二季 股价的每股盈利是好一点 可能是跟买楼的季节性有关 但你见到它刚刚2023年开始 每股盈利就好过2021和2022 但暂时还未追到2020 这就是cancelation rate 我估计是取消了买楼 本来是要买楼,但现在取消了 不买了 2020年有正有负 接着到2023年 但当时浅识是未做出来的 有多有少 有正一的,有负一的,有负五的,有正七的 这就是总共 究竟落成和卖出的几间房子 其实你见到它做得不错 只不过增长 你见到一直是上升的 因为如果一直是下跌,一间公司就收拾了 但你见到2022年升11% 但2023年只是升4.5% 即是说卖出的楼的增长 因为加息的原因,所以幅度是大幅降低的 我们就看看它的业绩 它的业绩是去到今年的2月底 也很新的 即是说12月,1月,2月,3个月 它最主要就是建楼 即是建楼、卖楼的 即是建了一间房子,然后卖出去 最主要就是这个收入 有69亿,佔它总共的收入 差不多是95% 那些什么财务,什么multi family 其他那些都不用计 即是95%就是卖楼 今季的总收益就是73亿 一年前就是64亿 大约是增长了11.2% 顺利就是7.19亿 一年前就是5.96亿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顺利率不是那么高 一般来说,做建筑商也是 一般来说也是 73亿的收入,顺利只有7.19亿 那大约是低于10% 即是9.9%左右 这个只是看它Home Building收入 Home Building收入就是69亿 我们说过了 顺利是9.5亿 如果只是计Home Building 就比较高一点 顺利率大概是10%左右 都比去年好 去年就Home Building只有6.15 即是61亿 今年有69亿 不论在东岸 美国的中部 Texas 西岸 其实它全部的Home Building收入 都是上升 但是 大家看到 新屋销售价格下降 因为假设 全部下降 无论东岸 中部 Texas 西岸 全部都是下降 亦都是一样 即是 无论是主要的区 或者是房屋 新单或销售价格上升 Badlock 即是 有没有职压住的命令 职压住的命令 职压住的命令 比2023年 已经少很多 少很多很多 大家看到 2023年职压住的命令 有19403间 但今年只有16270间 当然 中间慢慢慢慢就消化了 我们看看它的财务报表 你看建筑公司 一般真的要这样看 它们比较紧的 你看过 它没有什么现金 你要看什么 就是手头现金 有什么应收帐 你最主要看这两饭 其他地 它不可以即时变现 有的 有地 Inventory 即是房屋 你不可以即时变现 接着你看看 它应付账是多少钱 接着你看看 它的票据 其他就知道 如果我们看它手头现金 加上应收账 大约有 57亿左右 58亿 但我们看看 账户账 还有要付的钱 这个加上 就是46亿左右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不是付息 就是一定要付的 这个 57 减46 即是还有11亿 11亿多 可以的 11亿 我们看回 如果跟它高级票据 加上其他 它年度要还的钱 就有26.3亿 26.3亿 好了 刚才说了 它们有11亿 的钱账 再加上年度顺利 有38亿 基本上是可以的 基本上是可以的 当它今年不用还本金 如果它要还本金 就当它10年 就会比较麻烦 还本金 大约多2.8亿 当它分开10年摊还 即是差不多是接近30亿 那它年度顺利 其实没有28亿 为什么呢 你将它现在的数字 乘4是不准的 大家知道 它最后的两季是差一点的 可能就没有 譬如77 然后可能44 14加8 即是22 22加上11亿 30多亿都还可以 即是30多亿去顶 这个29亿的年度要还的钱 还可以 不过比较紧 比较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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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看看 它的P.E.不高 一间这么久的公司 它的P.E.只有11倍 只有11倍 但问题是 为什么股价也会这么久上升呢 原因是 因为它真的赚钱 而且一件事 它没有搞鬼东西 香港来说 那些所谓的富豪地产商 很怪的 它将所有的债购 都扔掉 所有的债购 都扔掉 由公司去背 好了 但真的赚钱 它用这些方法 是抽离了公司 即是说 真的赚钱 或者钱 它就会用一些 所谓的会计手法 抽离了公司 即是说 值钱的东西 就是它要 发债性 就是股东背 是这样的 你看到别人没有做这些东西 他没有做这些东西 其实本质没有什么变 你看看华人事业 就知道了 你看看大楼多有钱 你看看股价跌到 妈妈都明白 但别人不是 你中间经历过一个 这么艰难的时期 有这个俄乌战争 接着 俄乌战争又有 接着又有那些 接着又有加息 现在又 你看它的股价 还是升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值钱的资产 是留在一间公司里面 没有走 但是香港 中国那些 不是值钱的资产 全部走 剩下的债费给你 全部的债费 全部的债费给你 那你的股东拿着 便做乞业 所以你看到大楼 有没有说 哎呀股价跌得这么厉害 那么厉害 他没有说过 一句都没有说过 股价跌得这么多 他有没有说过 李嘉诚的股价跌得这么多 他有没有说过 新鸿基跌得这么多 有没有说过 关我什么事 我只是拿大股 我主要的钱 最重要的资产 我都拿走了 那些资产是你们 那你一看 别人都做家庭建筑 对不对 所以香港那些 香港和中国那些 你不用玩就可以了 是啊 全部都不能玩笨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鑽石狗组合 你见到杜子 210% 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 不要紧 可能道道有差一点 美银35万美金投资仓 102% 没有变化 我们希望 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他再升多数百点 那就四万点了 真的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你见到道指 我们的网址 大家如果要续订 youtube投资筆记 就订四月份 三月份 最后一集就结束 结束 四月份 投资美股 提早退休 三月份 还有一集 结束 我们两类型的节目 免费 有你现在听的 香港财经业 美股财经业 和我们的网站 收费只有两项 youtube投资筆记 和投资美股 提早退休 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大家看看 营光幕的收费 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 和PayPal账户 什么变的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可以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可以 今天是星期四 祝大家星期四愉快 明天就假期 祝大家 祝大家 复活节 假期愉快 大家记住 看明天的地产小专家 一周股市大事 大家留意着 youtube post 和中国民心 星期一天也是 好不好 拜拜